2022虎虎声威 马里马里奥 积极如意令 桃花一朵接一朵 到底今年桃花最旺的五大生肖 有没有你的份 马上请出何老师为我们揭晓 家政好 大家好 那么其实在这个虎年来说的话 所谓的这个桃花 不一定是讲爱情 其实人员也算是桃花的一种 那么其实孝季的朋友 在这个虎年来说的话 桃花人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今年命宫中 有这个紫威跟隆德 所以今年这个桃花人员 是相当的不错的 对单色朋友来说的话 其实今年的这个社交活动 非常的活跃 所以今年特别容易认识到 这个异性朋友 当然对已经是结婚的 这个孝季朋友来说的话 今年可能就要比较小心了 可能就会有这个招人妒忌 而四面树敌 所以建议无论是结婚的 单身的话 或者是有伴侣的孝季朋友 来说的话 其实今年要特别注意 就是跟这个伴侣之间的 这个沟通 因为一切的这个误会 都是在言语方面 都出现了这个错误的 所以只要 鲁育的保持 跟维系这个感情方面 来说的话 其实孝季朋友 今年的运气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接着就是 孝马的朋友了 那么孝马的朋友 叫做六合太岁 因为我们说了 相合代表今年能源相当不错 所以今年孝马的朋友 人际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不论是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 今年特别容易认识到 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 当然就自己决定 到底这个异性朋友 是否是你的真名天子 就你自己决定了 不论是对于 已经结婚的 这个孝马朋友来说的话 今年可能就要特别谨慎一下 因为今年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的沟通 而且今年也特别容易抓牛角尖 那么身旁的这个伴侣 不懂得如何跟你相处 所以建议相马的朋友 今年在这个打好人际关系之余 其实也要注意一下 跟伴侣之间的关系 记得沟通 这个就是解除所有的 这个误会的最重要的这个key point 那么其实能源好的话 就代表今年特别多饭局 特别要出外见人 当然在饮食方面来讲的话 体重就是要特别的注重 那么其实量力的外表 是非常的关键的 因为量力的外表 自信心来说的话 再加上体重管理的控制得非常的好的话 自然人见人爱 想要拥有好人员 遇到好桃花 当然也要stand by最好的自己 Wellless出品的ZenSol 体重管理配方的主要成分 是来自日本九州 鹿儿岛的黑醋 在健康的前提下 帮助达到健康体重和体态 人自然也会变得更自信优秀 那么接着下来呢 就是笑兔子的朋友了 那么笑兔子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是要做雾水情缘的一年 怎么说呢 因为今年命宫就有这个闲持桃花嘛 闲持桃花代表这个短暂的念情 假设你还是单身来说的话呢 今年可能就有一个 Wow 非常兴奋的爱情出现在你的面前 但是对于已经已婚的 或者是有伴侣的小兔朋友来说的话呢 可能你就必须要拿捏清楚了 因为今年命宫就有这个太阳嘛 代表男性贵人 那么这个男性贵人的出现到底是属于 男性贵人呢 还是这个孽园的话呢 那么笑兔子的朋友呢 就要特别谨慎了 那么接着呢 就是笑羊的朋友了 那么笑的朋友呢 今年呢叫做天喜桃花的一年 天喜桃花就是喜事降严了 所以今年呢喜事重重的 但是呢你的话呢 有机会认识到你的心仪对象 那么已经是有这个固定伴侣来说的话呢 今年呢可能有这个结婚的这个打算 而本身已经结婚很久的话 想要生皮皮来说的话呢 其实呢虎年对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的 所以今年呢是非常喜事重重的 那么当然今年呢 对于这个已经离婚的这个 校养朋友来说的话呢 因为今年命宫就有这个黄丹 代表呢人际关系 夫妻之间呢特别容易有争执 可能是因为呢 你时常出去外面见人啊 那么这个太太呢 可能就对你产生这个猜疑 所以呢记得哦 一定要跟这个太太呢 抽点时间呢 跟他们呢说话 谈谈天聊聊天 去校旅行 因为呢维系干系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着呢 就是要恭喜校牛的朋友了 校牛的朋友呢 叫做红卵桃花的一年 红卵心动就代表今年呢 哇哦可以结婚哦 那么我们相信呢 很多朋友呢 在2020年或者是2021年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不能够结婚嘛 那么来到的这个所谓的虎年来说的话呢 不要担心老虎会吃人啊 其实虎年来讲的话 是非常适合结婚的 特别是校牛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呢 可以赖买听圈哦 那么当然呢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呢 红卵桃花是正桃花 代表今年呢 人缘相当的不错 而对于呢 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来说的话 我说了一定要结婚嘛 所以今年呢 尽量的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当然如果是说 对已经已婚的 这个校牛朋友来说的话呢 可能你要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这个活动 除了是因为呢 可能会融到这个 伴侣对有猜疑之外呢 可能在这个吃喝玩的方面 也是要度于自己的 这个体重管理啊 还有这个亮丽的外表 所以呢 今年来讲的话呢 只要呢 本身顾好自己的这个状态 今年呢 这几个生肖呢 相当的不错的 恭喜在2022年 拥有好人员的 Top 5生肖 一定要好好把握 精灵的运势 所有的好事一起来 谢谢何老师的分享 想要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下一集轮到 事业运Top 5生肖出场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